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宝俊 大家应该可以看出来我现在这个声音比较低沉 然后表情比较严肃 因为现在我的这个状态非常的不好 我的情绪非常的差 首先我奉劝各位粉丝朋友们 各位观众朋友们 一定要保重身体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事情是这样的 我前几天去医院做了一项全身的身体检查 其实大部分指标还算比较正常 但是有一项指标就偏高 而且高出正常范围非常多 然后呢 当时我就比较慌 我就赶紧问医生 我说医生我这个到底哪一项指标那么高 医生就告诉我 你的胭脂那么高 你哪都不知道 好的我们的水质上环节结束 下面我们开始今天视频的主题 我们都知道这个水流它是流动的 它的每一秒的形态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 就是我们可以用气球做出来 静止的水流 大致的方法呢就是把一个气球里面灌满水 然后用胶带给它粘一圈 最后在这个胶带围起来的区域戳一个洞 紧接着水就会从洞里面流出来 那么这个流出来的水流它就是静止的 我看完了之后又去网上搜了一下这个实验 关于这个现象各种说法传得神乎其身 最神秘的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只要做出来这个静止的水流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一个时间静止的时候 是不是非常神奇 我们赶紧尝试一下 首先我们来把气球灌满水 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用这个黑胶带给它粘上一圈 大概就是这样了 接下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戳一个洞 如果顺利的话它将会出现静止的水流 不过我要先拿一个盆 刚刚这个失败我总结了一下有三点原因 第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水球它还不够大 水没有那么多 所以这个水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放光了 第二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洞错的有点大 第三点就是我还没准备好 那么这一次我们用更大的水球戳更小的洞 以及更好的心理准备 我们试一下能不能够成功 哇 这次够大了吧 我们现在用同样的方法把它粘一下 好的 现在已经把它粘好了 我们的第二次尝试开始 这次我要让它往这个方向 但是这个方向好像拍摄角度又不太好 我们就这样吧 哦 诶 有那么点意思了 但是好像跟别人那个视频中的效果差距很大 我刚刚名思苦想了30秒终于找到了问题的节症所在 刚刚我这种手拿着这个水球 我的手是不可能做到完全静止的 所以我们也就得不到完全静止的水流 那么这一次我把它固定在这个碗上面 那这样它肯定比放到我的手里面要闻很多 好吧 静止的水流和时空出现了 我这是拍了个视频吗 我感觉我拍了个寂寞 顺便问一下 屋地板上面泡了大量的水 会有什么后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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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